好,来一个这个小练习啊 这个小练习是干啥的呢 来个05啊 这个叫即刻的练习吧 这个练习是这样的啊 就是有一个数据啊 这个数字的话呢 我要干什么事呢 要求是去虫 然后怎么办呢 排序 好,这里边呢有两个要求啊 第一个是去虫 第二个第二个 再一个是排序啊 排序的话我们都会是不是 排序很简单 一下就给它排序了是不是 那这个怎么样去虫呢 去虫也很简单啊 sid放一个 把一个可叠的对象放进来 它就变成一个sid sid是不是就去虫了呀 这个sid就去虫了 但是呢sid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毛病 它是无序的是不是 那你这里边要 你要想操作它 对它进行排序 你要怎么办呢 先把它再转成一个list 大家可以看看 来个x点它 你看现在这个x就很有意思了啊 运行先走啊 大家走 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啊 这个数据其实已经有序了啊 有一个小的点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 有一个小的注意点啊 有一个小小的注意点 大家要知道的啊 就是我们先写一下 我来个x点什么 这个sid numbers啊 我们现在呢 这个x呢 现在是一个集合 我是把一个列边 转换成一个集合了 看到没有 转换完之后呢 它去虫 而且呢 还有一个情况啊 如果它是数字啊 它会自动排序没有吧 会有一个 会有排序的这么一个操作 如果你是全数字啊 它会有一个排序的这么一个操作 明白我在讲什么吧 它会有一个排序的操作啊 那但是呢 这个最好你 这是一个集合 但是呢 我们说集合是无序的啊 所以你看到这个呢 其实不太好用 那我们怎么办呢 再把这个集合 y等一个list的x 再把这个 我们list的这个里边啊 我们说了 它要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在这个类里边啊 你要的 它是一个 我们叫它叫可迭代对象 是不是啊 要的是一个可迭代对象 这个x是一个集合 集合也是一个可迭代对象 我就把一个集合 转成了一个列表 那我们现在再对列表 进行排序就可以了 sot来个什么呢 写一个这个叫 我比方说要倒序吧 reverse等于什么 reverse等于那个true 好 那现在再打向y 叫point啊 现在就是一个倒序 排列的一个数据了 看到没有 8765的321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很简单 去从转成set 再要排序 要把它变成有序的 再变成一个list的 然后再来用list的排序就行了啊 好 这么一个情况啊 比较简单啊 不难吧 大家 去从排序哈 行 这是一个啊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我们最后呢 再说一下啊 下面还有一几个方法 要说的啊 想战以前的这个数据排 什么意思 什么叫战以前的数据排 杨西柳说的 我没听明白啊 大家卡吗 有没有同学卡的呀 转换相关的啊 不卡是吧 还好不卡是吧 有这个 这个这个武汉的这个这个同学 是不是刚才有点卡呀 刘伟同学是吧 看看是不是你网络的问题啊 好 大家都还好啊 看这个看这个现象 应该大家都还不错啊 好 那这个转换相关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着啊 有哪些转换相关的呢 按照原来集合的顺序 这句话叫什么意思 集合哪有顺序啊 集合是无序的 这种话说的话就有点问题啊 好 来看看啊 转换相关的方法有哪些呢 其实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啊 有很这个里面 其实也不叫方法啊 就是一些内置类啊 有一些叫内置类 内置类啊 有哪些内置类呢 类似的 Temple还有什么呀 还有这个叫 还有这个Side 还有这个Dict 他们呢 其实都有一些可以想转换的 转换的一些这个功能啊 但只不过这个Dict的呢 不一样 因为呢 别人都是单个数据 它是一个建制对的数据啊 那你比方说呢 我们我们现在把这个Dict的删掉啊 就这几个转换 比方说呢 我现在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什么Numbers啊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9 8 4 3 2 1 是不是 我想把它转换成一个原主的话 直接Temple 把这个可迭代对象放进来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 那如果说 比方说我现在呢 好 我们看看 X点他 那现在我们可以打印一下这个X呢 它就是一个什么呀 它就是一个Temple 一个原主 是不是 那我现在呢 想要把它给变回来啊 什么叫按照列表的顺序啊 我知道大家的意思了 就是你变完之后 这要变成5876135 这个样子是不是啊 不行了啊 你现在要变的话 这个这个数据是无序的啊 这个是没有大小大小顺序的 你变不回来了啊 因为你变成这个集合之后呢 它就 这个变成这个Side以后 它就是无序的了 它自己呢 不行啊 不行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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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实现不了啊 实现不了 我知道大家的意思了啊 你说去充完了之后 还是587614 587614是不是啊 5876134 是不是像变成这样啊 它不行啊 它不行 好 那我来接着说了啊 我知道大家这个在评论区里边说的啥意思了啊 好 那这是 那这是我们那个刚才说的转换相关的 转换成这个原主啊 转换这个成为原主什么呢 原主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 TOPLE TOPLE TOPLE这个内之类啊 它是一个类啊 转换成为原主 好 那我如果想把它 再把那个原主转换成一个Side呢 随便你写啊 这个怎么想的 来一个Side 来一个X 这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Y啊 等于它 大家看啊 Y点这个print 大家可以看看 现在这个时候呢 它就变成一个什么了呀 变成了一个集合了 集合 使用这个Side 内之类啊 转换怎么样啊 转换成为这个集合 可以这么干啊 好 这个完了之后呢 注意啊 这个里边给的东西啊 你说老师 我想把这个原主转成一个集合 可不可以啊 可以 你想把这个列表转成集合 行不行啊 也是可以的 注意啊 这个里边人家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里头啊 人家要的是一个可迭代对象啊 这个里边要的是一个可迭代对象 所以你写什么都行吗 只要你是一个可迭代对象就可以啊 当然也不能说 只要是一个可迭代对象就行啊 你要放个字典的话 会有点问题的 会有点问题啊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如果来个Z 等于什么呢 来个这个 来个list 我们放一个字典进来啊 name 张三 age 18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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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re98 那现在看看这个Z是个啥 我们来打印一下 它首先呢 肯定是一个列表是不是 那列表里边的是啥呢 它存的全是key看到没有 把所有的key都给它转过来了啊 就是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乱转 对 可以转啊 可以转 来来回回地转 你想打转打转没有 想转成哪个 你就用哪个类没有 你想转成元祖就用这个template 你想转成这个机核就用set类 你想转用list的就用list的类没有 这么一个概念啊 好 这是一个啊 那这个其实这些呢比较基础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啊 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有一个有两个东西呢 需要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的啊 这两个东西讲一讲 就是在这个python里边呢 有一个啊 python里啊 有一个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这个比较强大的一个函数啊 比较这个强 强大的这个内置函数啊 内置函数 它可以干嘛呢 它可以执行啊 字符串里的代码 什么意思呢 我甚至可以把一个字符串啊 转换成一个命令 你比方说我现在来一个 这个来个什么 来个 嗯 A吧 等于什么呢 这个叫print 这个来个啊 不来print 我写个什么呢 东西来个input的啊 来写个什么的 input的里边写个这个叫 请输入您的用户名 好 大家看看啊 大家注意看我这个内容啊 它的话呢 很有意思啊 这个A是个什么玩意啊 这个A啊 是一个字符串 A是一个字符串 好 那我现在如果打印一下A的话 大家看 运行二组 它是不是直接打印这个内容了呀 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 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到 这个里边是一个python的 符合这个python这个语法的一段代码 是不是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代码给它执行一下呢 在我们这里边有个叫EVAL 然后来把这个A放进来 好 你只要掉这个方法 EVAL来走你啊 大家看现在这个怎么样了 你看它还是一个字符串吗 它直接把这里边的python代码 字符串里边的python代码给它执行了 看到没有 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现在可以写东西了 来个来个什么呀 来个hello 可以这么写 看到没有 啊这就是它的一个它的一个厉害的地方啊 就是EVAL啊 啊那这还是叫E EVAL可以执行这个字符串里边的代码 哎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你比方说再写一个简单的b的一段呢 b等于这个1加1加1好 那我现在如果你直接打印b的话呢 它会显示一个1加1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想算一下这个1加1的核 我可以怎么写呢 来写个EVAL 看到没有 我把这个里边的代码呢 给它执行一下 走你 大家看现在这个结果 是不是就是2了呀 EVAL是转进它用的 你在哪在哪看到转进它用的呀 没说过吧 转印的转印的不是用这个印的吗 转印的不是用印的吗 比方说这里边来个来个这个C里面的 点一个这个100 你想转的印的是不是 应该写个印的C完事了吗 是不是 好OK 这是一个啊 EVAL的话呢 就是执行我们这个代码 没有啊 执行字符串里边的代码 可以把这代码给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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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出来没有不可以直接给它写出来啊 执行出来 没有不 这个还是在我们开发里边 还是会用到一些的啊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拿到的是一个字符串 但是这个字符串确实可以执行啊 那么可以给它执行一下 用EVAL哈 好这是一个 好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再说一个啊 这是EVAL哈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这个更加厉害的 这个呢 这个呢 现在呢只做了解啊 只做了解这个叫什么呢 叫Jason哈 Jason Jason的这个使用哈 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它是把这个什么呀 把我们这个 把这个对象啊 就是不能说对象 就是把这个列表啊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圆祖啊 还有这个字典呢 啊 等啊 转换成什么呢 转换成为字符串啊 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啊 而且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字符串 是一个Jason字符串啊 这个Jason字符串呢 在我们以后开发的时候会用到 会经常用到啊 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存在 我们在后边呢 经常会用到这个Jason 我们今天呢 先只做一个了解啊 这个Jason是个啥呢 这个Jason啊 全称叫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啊 是JS的对象简朴 它是一个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啊 它基于什么东西打对啊 这个什么什么玩意啊 Jason的本质呢 是一个字符串 本质呢 就是一个字符串 它呢 是一个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 这个东西呢 我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啊 大家要了解一下的 什么叫Jason啊 Jason是个啥玩意儿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讲 在后边的话呢 我们这个上课的过程中啊 会大量的用到Jason啊 对 大跟同学说的对啊 Jason可以和其他语言进行交流 大家想想啊 以后的话呢 我们会写什么东西呢 会写很多的代码 会写这种代码啊 你看你比方说前后端交互 就是服务器和这个前端 和这个后台的后台服务器 交互的时候啊 这个是前端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的服务器啊 好 那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你看前端这边啊 他们的代码可能用的是GS 是不是 好 那我们这个服务器这边呢 可能用的是什么呀 用的是这个Python 是不是 什么PHP 什么C下坡 什么这个Java 什么一大堆啊 好 各种语言都有可能 是不是 各种语言都有可能 那现在呢 就有一个问题了啊 前面啊 你看 比方说我们要登录注册的时候 这个地方肯定有个表格 让用户写写写 写完了之后呢 下面有一个按钮 让你登录 是不是 有一个按钮叫登录 真正开发的时候啊 你肯定要有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啊 叫登录 完了之后呢 在这有什么呀 有这个哎 姓名 你写下这个姓名 然后再来个什么呀 年龄 好 这个一大堆写 写完之后呢 再来个什么呀 再来一个这个 这个性别 好 写了这么多东西啊 写完之后 大家想想啊 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数据啊 全都写完了以后 现在要做的事啊 大家虽然没有写过这个代码 但是可以想象的啊 这个在浏览器这填完了之后 它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 发给这个后台的服务器啊 把这些发给服务器 比方说它要登录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这个不写登录吧 这个好像应该是注册的功能啊 这个应该属于是注册啊 来我们写一个吧 叫注册 比方说有一个新用户啊 现在要注册我们这个网页啊 注注册我们这个账户啊 它是不是要添一大堆东西 添完之后点那个注册 现在是不是要把这个语言 发到我们这个服务器 把这个东西发给服务器来啊 但是现在就有个问题了 GS里边的代码 怎么样发到服务器里边来 让这个服务器也认识呢 啊 你看现在它要把这个姓名 性别年龄 然后发到服务器这来 服务器呢 紧跟着做一件什么事呢 要把这些东西啊 连接到哪呢 连接到这个数据库 然后呢 把这个 他刚才填的这些信息存进来 这个是我们开发的最基本的一个过程啊 就是这数据库啊 数据库啊 他把它给存进来 你比方说他填了一个姓名叫张三 好 是不是 然后呢 年龄是多大呢 年龄是这个20岁 20岁 然后这个性别是什么呀 F1 M1 Famea是一个女生 是不是 好 那我们看看啊 来 你看啊 现在呢 这个数据来了 那来了之后 你怎么样把这个数据 从前面传到后边来呢 哎 怎么样 从前面传到后边来呀 就是交给服务器 服务器把这个数据 写到数据库里边 有存在卡吗 又卡了 现在 好 那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啊 这个历史性的东西呢 大家了解一下啊 在我们早先做这个 做这个代码的时候呢 因为前端用的GS 后端用的是Python 这个两个语言的话呢 他们的数据呢 类型可能是不相通的 在我们这个里边 我们可能叫字典 是不是 哎 我们这个 这个数据 我们都知道 待会要以字典的 要以KValue的形式传过来 是不是 在Python里边 可能叫字典 在这个 如果你在这个Java里边 可能叫什么呀 可能叫这个Map 是不是 叫Map 在Java里边 可能叫Map 在别的地方呢 可能又叫别的名字 没有 各种各种叫法都不一样 那现在呢 怎么样保证 把这个数据 把这个数据 在这边也能认识 在这边也能够认识呢 其实呢 你看这边 在这个GS里边 这边传过来 叫什么呢 GS里边叫对象 GS里边就是对象 就是一个对象 那你看啊 怎么样 把这个GS里边的对象 转换成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Python语言里边 这个字典 或者这个是Java里边的Map呢 这个中间 怎么样传递这个数据 才能够更好呢 其实呢 这个里边呢 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就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传什么呢 传字符串 是最简单的 传字符串 是最简单的 把这个字符串呢 按照一定的编码格式 来给它传过来 就可以了 因为你不管是什么语言啊 你不管是GS也好 还是Java也好 还是这个Python也好 还是你这个PHP 什么这个C Sharp也好啊 你不管什么语言 你肯定都认识字符串 是不是啊 都认识文本 所以呢 最开始传的就是文本啊 就是文本格式 好 它怎么样写的呢 就是传的是 这个文字呢 根据音的规范啊 来写张三啊 来一个内蒙 这样写 最开始呢 是这样传的 然后再来什么呀 age 这个20 然后再来个age 好 再来什么呀 基因 基因低压筋斗 然后什么呀 Phamal 然后再来个基因低压筋斗 好 最开始呢 就是这样传的啊 这样传的 大佬们 这个也没办法这个统一啊 没办法统一 好 传图像的话呢 图像呢 它有方法很多啊 图像呢 有朋友问图像啊 图像的话 一个呢 我们很少啊 很少在这个地方 直接传图像 我明白传什么呢 我们图像的话 直接传这个地址 就是你通过这个地址 来访问它 明白吧 直接传地址的啊 很少传内容 这个地方是文字的啊 大家看这个文字 一个一个的 我是不是都给它传过来了呀 看到没有 哎 这个传过来之后呢 它根据一定的格式啊 它其实呢 是一个文本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文本内容 谁都认识啊 文本谁都认识 你发给哪个 它都认识字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是最开始 叫XML啊 有同学知道的啊 叫XML 我们称的叫XML 这是最早先的啊 但是后来的话呢 这个东西用起来 有点麻烦啊 麻烦在哪呢 麻烦在于 这个里边的东西太多了啊 你看这个Name啊 其实有开始有结束 其实我们只需要用一个就好了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一个 看到没有 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觉得一个 你看我就写一个 Name张三就好了 A20就好了 你看现在有开始 有结束 就搞了传的信息量 传的这个数据是要多的 没有啊不 传的数据是要多的 那这个怎么办呢 啊 传的数据多 本来你想想看啊 我们在网络里边传书 同样的信息 我是肯定用最最少的文字 表述清楚最好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紧跟着发展了 就出现了一个东西叫Jason 就是Jason Jason的话呢 他也是一个字符串啊 他也是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长什么样的呢 你看完之后呢 会觉得非常的眼熟啊 这个Jason呢 就长这样的 来 变成这样的啊 name冒号 张三 然后怎么样呢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差点选错了啊 好 再来一个这个age 多少呢 20 再来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 Gindle来个什么呀 来个 F1 Mare 非妙 好 有的听说老师 这玩意我认识 它不是字典吗 大家注意啊 它不是字典啊 它不是字典 它是一个什么呢 你看着它像是一个字典 但它其实是一个字符串啊 我这个要跟大家写一下啊 你看看它这个 它这个数据啊 是长这样的啊 大家注意 注意听我看啊 不是字典 看到这个了吗 看到这个了没有 它本质上不是一个字典 它是一个字符串 是一个字符串 大家注意看这啊 有一个有一个东西 很重要的东西啊 看这 看到没有 大家能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大家能不能理解我在说什么 它不是一个字典啊 是个字符串 伪装成一个什么呀 字典 里边的格式啊 是字典的这个格式 看到没有 是个字符串啊 它是个字符串 谁都能认识 没有不 对很好啊 就这么一个情况 不是用EVL 我们这个里边用别的啊 这个专门的有这个Jason的啊 大家注意这个Jason的 有一个注意的点啊 它里边啊 这个地方只能用 好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方只能啊 这里边的字符串 只能用双引号啊 Jason里边的字符串 只能用双引号 单引号就不行 明白不 批着这个字典 外壳的这个什么呀 这个叫Jason是不是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我们这个以后用的会有很多啊 比方说呢 我现在有一个字典 嗯 Torson等于什么呀 等于这个 嗯 Name这个叫张三 然后这个A几段呢 A18 然后来个GND啊 Gindle来个 Female啊 FEMA 好 那大家看看啊 现在呢 这是一个字典 我如果啊 想要把我这个字典传出去 传给别人啊 传给这个别的前端的页面 或者说 我简单的一个 我想把这个字典呢 做一些操作 比方说啊 这个字典啊 字典如果呢 你想要啊 想要 想要这个把它啊 传给什么呀 传给这个 传给这个前端页面啊 前端这个页面 这个前端页面呢 可能啊 应该是不认识你这个东西的 没有 那你怎么办呢 只能要把它变成一个字符串转 怎么转呢 哎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来看 周尼 哎 现在呢 我们把它拿过来 变成一个字符串给他 那这里边得起什么呀 双引号了啊 这个就是一个杰森 看到没有 我把这个东西呢 发给前端页面 你前端 不管你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啊 不管你是用什么写的 你都 都认识字符串是不是 好 你再把这个字符串怎么呢 再把它解析成啊 你前端能够认识的 你那个代码里边的 你那个语言里边的代码 明白不 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好 大家可以看看啊 我要把它转成这个样子 看到没有 你需要把它先转换一下 转换成这么一个东西 转换一个字符串 再给别人 明白不 比方说 传给这个杰森页面 或者说呢 或者怎么样呢 或者啊 把这个字典啊 写入到什么呢 写入到一个文件里啊 比方说呢 这个数据呢 我现在想把它写到一个 我这里边有一个文件啊 来个什么呢 这个叫 比方说写个叫info.tst 我想把这个东西啊 把这一段 这个字典的数据 写到这个文件里边 你也要把它变成一个字符串 好 有朋友问 这个18不需要吗 这个18可以加 可以不加 因为18呢 是一个数字 数字的话呢 它认识明白不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刚才讲了字符串 必须要加双引号 这个18 这是个数字 数字的话呢 杰森认识数字 明白吧 杰森里边是认识数字的 好 那这个怎么做呢 有时候说老师 这个很简单 我这个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 就完事了 是不是啊 你这样写也行啊 但是我们一般不这么干啊 我们会怎么写呢 会 json.dump dumps啊 dumps是用来干嘛的呢 就是你直接把一个present一个字典啊 dump完了之后来一个结果 x等于他 嗯 不来x了 m吧 来m.print 来看看这个结果 变了没有啊 一行二走 大家看就变了 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是个啥呀 啊 大家最好 这个dumps啊 就是将什么呢 将这个字符 将这个字典啊 将字典或者什么呀 不只是字典啊 或者这个 这个字典 列表也行啊 列表等啊 列表 还有什么这个 集合呀 什么这个圆祖 圆祖等啊 转换成什么呀 转换这个成为 啊 json.dump json字符串 好 你看看这个结果就变成这样了啊 这个结果变成这样了 但是大家注意啊 要注意一点啊 这个东西 它不再是一个什么了呀 它不再是一个字典了啊 大家注意 它不是字典 跟我们上面这个有区别 它是一个什么玩意呢 来 type这个m哈 来点print打印象它啊 它是一个 大家看 是一个字符串 看到没有 所以呢 这个地方啊 我们拿到的m呢 是一个字符串 它长的样子 应该是这样的啊 来 ctrl x 看到没有 就变成一个字符串了啊 json的本质 就是一个字符串 好 那这是一个啊 那字符串的话 大家注意啊 哎 我现在这样写啊 大家看有没有毛病啊 我如果这样干啊 来个m 中国号 来个什么呀 name.print 我这样写 有没有问题 哎 我在这等大家回应啊 大家觉得我这样写 有没有问题 这样写行不行 有问题 理论同学有问题 别的同学呢 哎 都说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 有问题啊 肯定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呢 大家看看啊 你这样写有问题啊 因为这个m 是一个字符串 不是一个字典 你这样拿 是不是就报错了呀 看到没有 哎 字符串能这么写吗 这个写法是key value 是字典的写法啊 所以m不再是个字典 而是一个字符串啊 现在是个字符串了 没有不 哎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不是字典 对 说的很对啊 所以这样写是有问题的 不能再这样写了 m是一个字符串啊 啊 不能这样使用啊 这样使用 m是个啥呢 m是一个字符串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啊 ok 好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 如果我拿到了一个字符串啊 这个来个什么呢 这个来个什么呢 像这个字典一样啊 一样根据什么呀 根据这个key 获取value了啊 获取这个value 好 这是一个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啊 如果我拿到了一个字符串 比方说这个 这个来个什么 来个mn吧 mn哪段呢 这个n是这么一个字符串啊 我这个n呢 是长这样的啊 来个这个李四啊 然后ag呢 是多少呢 是这个20 然后呢 今儿是一个mal1哈 怎么了 卡了吗 我没下播呀 我还在我还在上课呢 我在呀 崩了 各位朋友们 我又回来了 我刚才没有下播啊 又回来了是不是 好了是吧 刚才突然间是不是断线了 直播停掉了啊 崩了是不是 我一直在呢 我刚才讲的还可卖力了啊 突然就没了是不是 好 我又回来了啊 那大家看看 如果我现在有一个字符串 我想把这个字符串 变成一个什么呀 变成我们python里边一个 一个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字典的话 应该怎么写呢 有推手老师来个eval eval来个什么呀 来个n 这样写不行呢 来我们看eval 把它给执行一下 来个这个p吧 等于它 print一下这个p哈 我们看看能不能行啊 来运行一下走 大家看啊 这个p是不是也能打印的出来啊 我们再打印一下这个typep啊 type这个p 大家看啊 运行一下走你 哎大家看啊 是不是也能够 哎也变成一个字典了 看到没有 哎 也到了 也能够变成字典啊 你使用那个eval啊 也可以把一个接针串呢 变成一个这个 转化成我们这个python里边的一个对象啊 python里边的一个一个一个字典吧 也可以这么做 但是呢 我们还有一个别的啊 用eval可以可以啊 但是呢 我们还有一个 json里边有一个另一个方法 json.lose啊 把谁呢 把这个n放进来 拿到的这个结果 我们写个s吧 好 来个s.print啊 来大家看看啊 这个结果的话呢 也是可以的啊 这个lose呢 是把一个json字符串 给它转换成什么呢 转换成我们这个python里边的什么呀 python里边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这个 python里边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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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典吧 这么一个类型的数据啊 好 我们用这个谁呢 用这个lose啊 lads lose 这个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将这个json字符串啊 转换成为什么呢 成为这个字典吧 这个python里边的数据啊 python里的这个数据 不只是字典啊 如果你这里边放的是个字典 它会转换成字典 如果你放的不是个字典 是一个列表的话呢 如果你写的是一个列表 hello 哎呀不对 这里边写要写双一号啊 hello good啊 它也能够 也能够变成这个hellogood啊 好 我们也能够变成一个列表 看到没有 那哪个好使一点呢 如果你是一个字符串的话 我们用最好啊 就用这个json dumps和jsonlose 明白不啊 他也可以用这个json json啊 用json最好 dumps和lose更好 明白不啊 这个要更好一些啊 这个呢 是他的一些用法啊 这个呢 大家也要知道 好 没有问题吧 转换成他里边自己的类型 这个我要说一下啊 这个我其实不太想讲太多的 因为我们后边还会再讲的啊 呃 跟大家跟大家聊一下啊 就是这个呢 在我们这个里边 你并不是写所有的东西 他都认识啊 你如果写的是什么呢 嗯 这么说啊 就是这个这个字符串啊 字符串 python里啊 python 我们这边写啊 这个python 这个是json 然后呢 这里边的字符串啊 会转化成什么呢 会转化成json里边的字符串 什么意思呢 你刚才写的这个内部是不是啊 是一个字符串 那转化成json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字符串 看到没有 那如果呢 你是一个什么呢 你是一个字典啊 字典呢 转化成json它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对象啊 就是你看我这个整个是一个字典 转化成json之后 是不是长这个样子啊 这个东西啊 这个格式在json里边叫对象 没有啊 不 跟我们的字典很像啊 但是json里边叫对象啊 再有一个啊 比方说我们这个列表 圆组 包括我们的set啊 集合 它都会怎么样呢 转化成json里边叫什么呢 我给它列一下啊 转成这个json啊 它都有一个 都是统一的啊 长的样子是一样的 叫什么呢 叫速足 啥意思呢 可以看看啊 我跟大家写一个 比方说我们来一个这个 json.low子啊 这个dumps啊 dumps 好 我现在放一个列表放进来啊 来个 来个 hello啊 hello 然后来一个good 再来一个yes 好 我现在再来一个啊 打印一下啊 好 我再来一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这个 大家看 我换成一个 我们的圆组 来 再来一个啊 我再把它 dumps 少个s 对 sorry啊 dumps 好 再换一个什么呢 再换一个这个site啊 再换一个这个叫site 好 大家可以看看啊 我这里边写了三个数据 它的类型不一样的 一个是集合 一个是圆组 一个是这个site 那你看看这个打印的结果 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把下面的给它除掉啊 他们转换成节省这个效果 是一样的啊 这个啊 这个不行啊 集合不行啊 集合不认识啊 集合不能转 看到没有 啊 这个集合还不能转啊 就是列表和这个圆组啊 集合不行 集合还不能转啊 不能转 把它删掉啊 来看看运行啊 走 大家看啊 不管你是这个列表还是圆组啊 你转换成这个jason的话 这个长相啊 大家看 他们的长相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呀 都是这样的啊 这个在jason里边叫什么呀 叫宿主 明白不 叫宿主 并不是所有的都能转啊 并不是所有的都能转啊 但其实还有一些也能转啊 比方说你这个布尔值啊 这个布尔值的tru 它会转换什么呢 转换成jason的话叫tru 看到没有 这布尔值是什么呀 fals 它转换成这个jason 叫什么呀 叫fals 变成小写的了啊 fals 你看你比方说 我先写个什么呀 写个这个tru啊 是一个布尔值 然后再写个什么呀 写一个这个叫fals 好 它转换成jason会变成什么样的呢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你看这个tru变成小写 f表现小写 看到没有啊 这是jason的话呢 它也有他自己的对应的数据类型 也有自己对应的数据类型啊 就这些的话 转过来呢 我们能够认识啊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数据转回来的话 是列表还是原主呢 数据转回来的话啊 大家注意 数据转回来 永远就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啊 这个是jason 这是jason里边的一个数据 转回来之后啊 永远是一个列表 而不是一个原主啊 大家注意 你看 这个是我们那个 jason里边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你转换回来 加带回来的话 它就变成我们这个 python里边的一个列表啊 不是原主啊 大家可以看看 看到没有 hellogood 是不是啊 这个变成什么了 变成一个列表了啊 不是原主 好 这是这一块的东西啊 又跟大家扩展了一些啊 本来这个东西的话呢 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就行了 但是呢 我现在呢 又跟大家多讲了一些 大家应该能听得懂 是不是 记可能记不太住啊 但是应该都能听得懂啊 好 我把这个呢 跟大家停一下啊 我们在后边还不再用 好 把这个停一停 我把这个停一停 我把这个停一停